你是少数民族吗 对我是少数民族的 你是什么族 我是哈尼族的 哈尼族是吧 对 我说怪不得 就你这个服装我们那边都没见过 就非常有特色非常漂亮 是这样的阿妹 我是一名旅游主播 就喜欢到处走走转转 尤其我对你们少数民族人的一些 生活习惯 还有一些风土人情 我就很感兴趣 因为我感觉很神秘 你知道吧 我是汉族 我能不能就 就是跟你闲聊一下 会不会你耽误你干活 这个不会没关系 没关系是吧 那太感谢你了 对了 我该怎么称呼你呢 我叫小美 你叫我小美就可以了 小美 对 美丽的美吗 对 哦 你这人如其名名字也很好听 人也长得漂亮啊 谢谢 小美你好很高兴认识你啊 嗯 呃你今年多大年龄的方便说吗 哦今年还比较大了 你觉得我看起来像多大了 我猜一下啊 我我看着你像十八九岁的样子 十八九没那么小啊 嗯还不早 对 二十有了吗 二十也有了 今年的话是有二十二了 哦二十二那也很年轻啊 不年轻了 在我们在这里都算那种老姑娘了 二十二怎么去老姑娘了呢 嗯 就你成家了是吧 没成家 还没成家吗 对啊 哎这个我听我朋友说过就 你们少数民族人啊 就成家的年龄都很早啊 他有的那个十八九岁都有小孩了呢 我听说过 这个确实是 就是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十八九就成家了嘛 嗯 所以我才说自己老姑娘嘛 那你咋还不早呢 你要求很高我觉得 要求 要求不高吧 就是 没找到嘛 没找到 对 之前的话有有找过男朋友吗 之前的话有找过一个 找过一个 对 大概多久之前找的 嗯 蛮久了吧 好像有快两年了已经 哦两年以前了 嗯 大概跟之前那个谈了多久呢 谈了 谈了 大概可能 嗯 有半年吧 谈了半年 嗯 牵手了吗 牵手 嗯 嗯 牵了 牵了 嗯 你这手都跟人家牵了 你怎么 咋不跟人家好的呢 嗯 跟他不合适 不合适啊 嗯 哪里不合适啊 就是感觉他这个人不太行啊 人不行 嗯 是身体哪方面不行是吧 不是身体就是 嗯 性格方面吧 性格 嗯 啊怎么怎么说 跟他相处不好嘛 然后 他 嗯 就 挺懒的 哦 挺懒的 对 不干活是吧 对 嗯 然后他有手好险嘛 又打牌 然后又喝酒什么的嘛 然后脾气不好 主要是脾气不好 脾气还不好 对 哦 经常吵架 嗯 哦 就这么个原因就 跟人家分开了 嗯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的话 是我爸妈不同意 父母也不同意了 是吧 嗯 哎呀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分开的好 我觉得这种男孩子 还不如换一个人 嗯 对吧 嗯 那你现在 单身两年了 还没找到合适的吗 找不到 想找吗 现在 想找 想找啊 想找 嗯 你跟我说就对了 小美 嗯 我刚刚说 我是一名旅游主播 是吧 嗯 我就经常到处走走转转 然后认识的朋友多一些 嗯 你包括我老家 也有很多那个 就亲朋好友 也没成家的 嗯 你可以跟我说说看 就 嗯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我看有没有合适的话 我帮你 撮合一下呗 你给我介绍对象 啊 可以啊 可以啊 嗯 你还想找的是吧 一直都想找 就是没找到 哦 是吧 欢迎新晋直播间的朋友们啊 免费的关注 帮主播点一点 因为 我现在的话是在云南西双版纳 靠近缅甸的一个边界的地方 可能信号不太好 在大山里面 到时候掉了的话 还能再连上来啊 感谢大家啊 切的是空心菜 切的是空心菜 来小美你说说看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嗯 嗯 我想找个很简单 也条件不高 嗯 希望他的话 就是力气大一点嘛 然后年龄大一点 成熟一点的那种 力气大一点 年龄大一点 比你大一点 要成熟一点的 勤快一点 喜欢成熟稳定的 嗯 这个 力气大是要干嘛呀 力气大的话是因为 我家里的农活比较多 就是希望他能就是帮忙 一起做一点事情嘛 哦 哪些农活都是山里面的农活嘛 嗯 对 帮忙一些大把手是吧 这也是应该的啊 然后的话 呃 就是 年龄要比你大一点 这个年龄的话 大你个多少岁 你觉得可以接受 嗯 嗯 都行吧 十几岁 啊 啊 十几岁 大你十几岁 对啊 你刚刚说你是多少岁来着 嗯 22 22岁 对 那你不是要找30多40多的呀 啊 没关系嘛 现在不太好找 不太好找 不关键不太好找 你可以慢一点也行啊 你 你这为什么要找个年龄大 你这么多的呢 嗯 也有一个原因吧 是因为我爸妈的话 他是跟我讲年龄大的嘛 嗯 就成熟一点嘛 然后就会疼人一点 会照顾人一点嘛 哦 你父母跟你说 年龄年龄大的人会疼人会照顾人 嗯 过来人跟你说的是吧 对 我直播间有个大哥说 80岁的可以吗 哈哈 80岁 哈哈 80岁不行 不是大哥你这有80吗 哈哈 你这不会变成80岁了 绿水青山 你这不要开玩笑好不好 哈哈 这跟他开玩笑 多数 来小米多少岁以内可以接受 嗯 嗯 嗯 30 30 40之内吧 不能跟我爸妈一样大了 哦 40 40岁之内 嗯 那已经放的够轻松了 直播间的朋友们 已经放的够轻松了 就你那个就是小米 我想问一下跟你年龄差不多的那个小鲜肉 你不喜欢吗 小鲜肉 嗯 我觉得挺好的呀 嗯 是挺好的 但是的话 我不是特别喜欢 为啥呀 因为我感觉就像那种 不成熟嘛 然后可能他还需要我去照顾他 所以说我不是特别喜欢 哦 你喜欢成熟稳重一点对呗 嗯 还有其他要求吗 还有其他要求吗 其他要求 还好吧 没有什么就是 如果可以的话 我是希望他能来到我们这边的 嗯 小鲜肉没经验 来到你这边 你是说男孩子男方 哦 对 你说的是不是那个什么 上门姑爷 上门女婿啊 嗯 可以这么理解 哦 你想找一个上门姑爷 嗯 对 怪不得你说不好找 难找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小美 为什么 我跟你说为什么啊 嗯 就你家里这边这个环境 来直播间的朋友们看一下 这全是山 深山脑林里面 前不着穿后不着电的小美 嗯 一般人他都不愿意来呀 你换着我也不愿意来呀 还好吧 我觉得挺好的 你你这个山哥哥里面有什么好的呀 嗯 啊 这里 环境好嘛 然后人也好嘛 环境好人也好 嗯 山清水秀的人也很善良是吧 嗯 哦 那 那那那那这个 姑爷过来的话 需要什么条件呢 车啊房啊这些要吗 嗯 这些不需要 我们家的话 有车有房 他也跟我们一起住 也可以用车 你家有车有房 嗯 哦 有是啥牌子的车啊 嗯 嗯 两个轮子的 两个轮子 摩托车啊 对呀 因为我们如果有小车的话也开不进来嘛 哦 对好像这里也没有大马路 全是这种乡间小道 对 所以你们就是呃 主要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车是吧 嗯 哦 这个样子 那就是对姑爷这些都不需要 嗯 来个人就行了 嗯 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的话 过来的话 是需要在我们这边做到两年的农活的 姑爷过来 你们这边先做两年的农活 嗯 对 这还有这么个规矩呢 是不是相当于 考验一下姑爷 看他能不能适应这边的生活 和环境 嗯 哦 还有这么个规矩呢 那我想问一下啊 小美 嗯 我看你们这边也荒无人烟的 就旁边也没有房子啥的 这人家男孩子过来的话 这个住在哪里啊 房子也住不到啊 不需要住啊 他是跟我们一起住 住在我家也是跟我们一起吃 生活在一起的是吧 嗯 一起住一起吃 对 我想问一下那个 晚上的话 两个人就是能不能像夫妻一样就 躺在一起休息的呀 这个可以吗 因为我们都是一起住嘛 这个也行是吧 对 那还行 那直播间的朋友们还行 还可以 但是我 但是我直播间的朋友们都说 你这个两年时间太长了 你这个能不能先做个十天半个月 实在不行先做个一两个月 先试一试呗 嗯 这个不行 啊 这个不行 为什么啊 因为我们这边一直都是这个规矩嘛 嗯 也是 嗯 就是说没有变过嘛 所以说不行 不行 都是这么个规矩是吧 也是我们祖辈留下来的规矩 祖辈留下来的 就来的话要先想好呗 嗯 先想好 哎呀 要做了年 哎呀 那行 哎呦 我想打听一下啊 就你家的话是个什么情况 就你家有几个兄弟姐妹啊 我家有三个 三个 对 你是排好老几 我的话是老三最小的那个 三妹是吧 嗯 哦 你上面是哥哥还是姐姐 我们家没有男孩子 我上面是有两个姐姐 你家里就是三姐妹 没有兄弟是吧 嗯 哦 这怪不得你说想找个上门姑爷啊 对 哦 这么说我能理解了 我能理解了 那你爸妈挺可以的 我觉得 你家里三朵金花呗 嗯 听起来蛮好听的 但是我爸妈肯定想要男孩子嘛 他也挺烦恼的 也想是吧 哦 可能老一辈的人都有那个思想 确实 那 嗯 你两个姐姐应该都成家了吧 嗯 大姐已经成家了 我二姐跟我还没有 大姐成家了 二姐还没找 嗯 大姐 那不没机会了 大姐 都成家了 对 二姐的话 今年多大年龄 二姐的话 她是比我大三岁 嗯 二十五岁了 二十五 这个年纪确实不小了啊 对 还不想找吗 嗯 她跟我一样找不到 但是我跟她不一样 她是眼光很高 哦 眼光高 对 身体没什么问题吧 身体很好啊 身体很好 嗯 嗯 她眼光高 对 她这个 人长得咋样 人的话 长得很漂亮 有你好看吗 那肯定比我好看 比你还要好看 对 不能吧 我就 我觉得你长得就挺漂亮的了 但是她比我更好看 她在我们 在这里的话 那是数一数二的 在里面 在这里面 属一 属于那种 属一属二的 对 不是 她有什么样的要求 你说说看 来 我都很感兴趣了 她 她 眼光很高 她想找一个那种小老板 哦 她想找一个小老板是吧 对 什么样的是小老板 嗯 她跟我讲的话 就是 一个月工资 她得有个四五千块钱 多少 多少 一个月工资四五千 哦 所以啊 她找不到啊 你说的是人民币 还是什么 人民币啊 一个月工资四五千 不肥工平息息 这是直播啊 这个十仙哥哥还是姐姐 我 我有时候没看啊 不是 小美一个月工资四五千 在你们这边属于小老板 就这样的要求 连接在你们这边都很难找 你没有跟我开玩笑吧 她找不到 不过 小美我跟你说 一个月四五千 在我老家 那不很普通的收入 你知道吗 普通 你们那边每个人都是四五千吗 我可能还稍微多一点 我一个月七七八八加起来 大概有个 呃 七千多一点 真的假的 这个我骗你干啥呢 那比我收入高的 那个叔叔大哥们还多得多呢 你知道吧 嗯 而且这个也叫要求高啊 哎呦我的天呐 你这个 呃 你看这样子行不行 小美 嗯 你能不能这样 我直播间的朋友们说 想去你家里面看一下 参观一下行不行 方不方便 对方不方便 哦 有点为难呀 也行吧 嗯 怎么我看你有点为难呢 嗯 就是可能 我家的条件不是特别好吗 哎呦 这有什么关系呢 我也是农村出来的孩子 这个你放心 哦 无非说存在什么 嫌弃什么的 或者说看消化什么的 这个你绝对可以放心啊 啊 直播间的朋友们 想不想去这个哈利族的小美家里面 去看一看参观一下的 想的话打个想字 直播间的朋友们 因为是这样啊 小美 嗯 你刚刚说你不是想找一个上门姑爷吗 对不对 嗯 那你得先带我们去你家里面看看 参观一下你们的生活环境各方面的 对不对 到时候如果说他有人看了之后愿意过来的话 我就就推荐撮合一下嘛 是不是啊 哦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嘛 嗯 那 那 可以吗 可以啊 那你把这个火灵先放一放呗 行不行 好吧 行 火灵先放一放 哦对了你家里远不远 哦 我家特别近就是在前面一点点 特别近 对 我以为你开口说要走特别远 在哪里啊 我没看到房子啊 在这边因为我家比较偏 所以被树挡住了 哦比较 这哪有房子啊 不是 我就在不远是吧 不远 不是你等一会 你这里应该安全吧 你们这个靠边境的地方 安全那肯定安全啊 啊 肯定安全的 我我 这个这边应该不敢要走 不敢 啊 没有 那行 那行 我我我跟着你去看一下 跟跟着你去看一下 欢迎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 主播现在是在云南 西双版纳靠近缅甸的一个 大山里面给大家做 做一场直播 嗯 帮主播点点赞点点关注 感谢大家 小美啊 我我我看你 你有多高啊 我是不是看起来比较高 对你这个站起来 我看着你挺高的 对我是比较高 你觉得你猜一下我多高 我我猜一下 对 我猜对了 有没有什么奖励啊 奖励啊 嗯 猜对了 那不今天晚上在我家留下来吃饭 或者我把我二姐介绍给你认识一下吗 在你家吃饭或者介绍二姐给我 嗯 你这这么好吗 嗯 来直播间的朋友们互动一下 看看这个小美有多高 我看着挺高的啊 我看着挺高的 嗯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有猜多少的啊 我看一下啊 我看有人猜那个一米六的一米六的 一米六太矮了 还不止呢 嗯 对不止 我这有个一路向北大哥 还有这个 你好 这个是猜一米六啊 一米六也矮了 一米六还都还不止啊 嗯 对 嗯 我这有猜我老公 大中国一米六五啊 哇这么多 很多人猜一米六五啊 真聪明 确实是一米六 你有一米六五呢 嗯 对 不是你 你这个身高 在女孩子来说 相当高调的 对 在我家子里的话 算那种很高的了 对啊 不是 你这要脸蛋有脸蛋 要身高有身高的 你 你找不到 我怎么感觉 有点不太相信呢 就是因为身高高嘛 然后就找不到嘛 身高高还有错啊 那没错啊 因为 因为我感觉哈 就是男孩子的话 他会比较 喜欢那种可爱一点 小巧一点 小鸟一人的那种嘛 那可不是 那可不是 你认为是男孩子喜欢 小鸟一人的那种 那我 我可不是不是 我喜欢那种高调的美女 你知道吧 那那那那那 那可不是说都是那样的 可能有一部分人嘛 对不对 行 不能概括 不能概括 我家了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房子是你家 对 这直播间的朋友们 来看一下 直播间的朋友们 这个沙里面还有这么一个房子呢 我在这旁边 旁边我看你邻居都看不到啊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是每家每户挨的是有一点距离的 不是那种紧挨着的 还有一定的距离 对 那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地方是你一户人家是吧 对 哦 你家这个房子 有些年头了吧 对 是的 因为这个房子的话是我爷爷那一辈见的嘛 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了 我看起来确实有那个年代感 挺有年代感的 嗯 不就是小美 你这个 沙里面不是熟成熟以多吗 住在这里不害怕吗 多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怕到不至于吧 因为从小一直生活在这里已经习惯了嘛 而且的话 习惯了 是不住在一楼的 是全部睡觉的话都在二楼 哦一楼一楼不住人是吧 就是休息都是在二楼 嗯对 哦 那要好一些应该 很多东西他可能都爬不上去 是吧 对那但是蚊子飞上去 那肯定那肯定那肯定是有限 你你家锁着门 你家里的你家人现在不在家吗 嗯应该都出去忙农活了 就你姐姐也不在家吗 嗯 就你现在一个人在家 嗯对哦 就你一个人在家 嗯大哥进来坐嘛 啊 进来坐 我进去坐 嗯 不是这不太好吧小米 没关系 你这个我们孤男寡女的我怕别人看到的说你闲话的什么的你知道吧 这个不会 哎呦不太好不太好 而且我听说就你们少数民族人就是那个民风比较彪悍 有没有 你得你比如说你爸突然之间这个 突然之间回来了他他他把我揍一顿怎么办怎么办 不会我爸人很好 你爸人很好 嗯 中国中国好造人 是不是 是不是 哎呦我但是直播间的朋友们我我这个觉得不太好我们我不进去了 我还是不进去了 因为确实我和别人看到的我都无所谓主要就是说你闲话你知道吧 嗯 你你这样吧 小米我能不能在你家门口这里坐着我们聊一下 哦那可以我给你倒杯水好吗 哦那可以可以谢谢你啊 喝杯水可以的那没问题 哎呦太感谢了我刚好也有点口干了 刚好也有点口干了 哎呦太谢谢你了啊 没事 这是哪来的水是井水吗 这个是山泉水 山泉水呢还是 对哦 你这个能喝吗能不能喝 当然能喝了 来直播间的朋友们先喝 直播间的朋友们我尝一下啊 什么大浪我哪是怎么怎么我喝个水就大浪了 哎呦哎呦是有点甜 是有点甜 嗯挺好喝的挺好喝的是山泉水是吧 挺好喝的你呃对了你你还姐也出去忙农活了 就他他大概还有多久能回来呢 嗯这个不知道也可能要一段时间 可能等会就回来了 那我就是等他一会行不行等他一会 哦可以可以是吧我就是等他一会呗 因为我很多直播间的朋友们也说想看看你爱姐 知道吧 嗯但是对了我刚刚有个事情我想先跟你打听一下行不行 哦可以啊 就是呃我刚刚有很多那个叔叔阿姨啊 他们在说就是可能不太愿意让那个小孩来这个大厂里面的或者说呢有一些叔叔大哥他们就是是家里的独生者也来不了来不了的那你们这边呢就是女孩子的话是可以外嫁出去的吗 外嫁可以啊我们在这里有很多女孩子都是外嫁 就比如说给我们汉族成家也可以吗 对这个可以啊 哦也可以是吧 嗯对那这个外嫁的话需要什么条件呢 嗯条件是有的 嗯要哪些要些什么东西啊 嗯就比如我外嫁出去的话 嗯然后南方的话他是需要给到我爸妈的话得有一头牛跟一头猪 给一头牛或者加一头猪 嗯 这是这是啥好的还是说活的呀 要活的 还要活的千块 嗯对 那我家里面没养啊 那去哪搞 没养的话可以去买 也可以去买是吧 嗯对 那这个就这个要求就不过分了 可以买的话那就好办了 嗯 嗯还有其他的吗 就这个的话要不要 我我直播人的朋友们一直在问 嗯新一钱 哦你们这边叫新一钱 嗯对这个多多少少也要一点 要要给多少啊 嗯要个 嗯几千块钱 几千块钱 就把自己嫁出去了 不太少了吧 啊少吗不少了但是 但是我们家自己的话之前也有一个女孩子是嫁给了外省的一个老板吗 嗯给了给了女方2万块钱 啊里面在这有一个 呃女孩子嫁给外面的一个大老板给给给给了2万对这是你见过最多的啊对 哎呦 我家还不算多的有些那种像那些江西啊还有那个呃福建那边我跟你说啊小美他们那边很多都是二三十万的 有听说过吗 二三十万啊没有听说过吗 二三十万这么多那南方怎么给得起 那人家条件好啊 人家小条件好你知道吧 嗯我我对了小美我刚刚就是在这个山里面不一路一一路走上来的吗是不是啊 嗯我看你们这边好像没什么工厂是吧 工厂没有啊啊那就不上班吗平时 嗯上班肯定不上班可多农活要做了 主要靠什么维生呢不上班的话 主要靠自己的双手嘛 嗯 种点菜嘛种点包裹 然后家里的话有养一些那种家禽嘛 哦去山上采一些那种野果野草嘛 然后卖哦 就种些菜 然后呢养一些鸡鸭鹅什么的 嗯对也就还有呢就是山里面的找一些东西 山里面的山货是吧这一列的 嗯对嗯 那这个一年的收入大概有多少啊 嗯有个三四万块钱 一个人是吧 啊不是一个人是我们全家四口人 一家人一年三四万 你刚刚说是你父母家里还有你二姐 这四个人吗 对不是这够花吗 嗯够那肯定是够的嘛就省着一点用嘛 省省着点用啊平常不用什么开销呀 嗯开销也有吧 也有但是但是我估计这个吃方面我觉得都应该可以自己自煮 嗯这个差不多靠山吃山嘛是不是 大哥我这里有自己家种的西瓜跟那个波罗蜜 我我切一个西瓜给你尝一下这是自己种的很甜 哦自己家种的这是你家里 嗯对哦 这个这是个好东西 这直播间的朋友们有认识的吗 直播间的哎呦我可可喜欢吃的 我在我老家熟了我可以就是 我不用不用我我我先我先问一下 因为我在老家也经常买你知道吧 这个啊 你这是你这是自己吃的是吧 哦 不是就是拿到这项去卖的但是偶尔自己也吃 你拿到去卖的你还签给我吃 你不拿去换钱多好吗 哦这个没关系 不是像你你像你这个对波罗蜜啊 像你个波罗蜜在你们这边是怎么卖的 哦我的话是卖一块钱一斤吗 多少一块钱一斤 哦 这么便宜吗 便宜啊 你知道 你知道我老家这个波罗蜜卖多少钱一斤吗小美 两块 两块你哪里买得到啊 我老家我跟你说起码得卖个五六块钱一斤的 五六块啊 这么贵 我我那边还不算贵的 你像那种大城市啊 他有的卖十几块钱一斤的 就你们这边水口这么便宜吗 可能就是你们这边就是盛产是吧 对我们这边水果很多 热带地区就盛产 你这个要拿到哪里去卖的小美 拿到镇上去卖的 拿到镇上 你看这样子行不行小美 你把这个波罗蜜卖给我吃吧 我还挺喜欢吃的 你把它卖给我 你不你不要拿到镇上去卖了 我打开然后我们一起吃一点 不是我不用我不吃你的 我来我来你家的你家的做客的话 我还我还白白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我就是我发钱买好不好 我发钱买 好吧 你就是你就说按多少钱 你这个你这样 你们这边是卖一块钱一斤是吧 你这样吧小美 你给我按我老家那个价格 就是我按六块钱一斤我把你这个买了行不行 六块啊 太贵了不行 怎么了 我卖一块 我知道你卖一块 你听我说啊小美 你看啊我来你家里做客嘛 我就什么东西都没带你知道吧 空手手来的 我自己也有点不太好意思 好吧 我收入还可以我收入 就是你就把这个 你也不用跟我争了 你就按我老家那个价格 你把六块钱一斤卖给我 好吧 哦不行如果你想要的话 我也按一块钱一斤卖给你 哎呀没事没事 就你说这个波罗蜜的话大概有多重 这个波罗蜜 嗯二十斤左右吧应该差不多 哦二十斤左右是吧 对等一下啊 我淘一下我淘一下 等一下啊 我淘一下我看一下我兜里面有多少啊 我兜里面有多少 我看一下二十斤左右 六块钱一斤是吧 嗯 这样吧我也多的也没有 我就给做这么多吧好不好 来 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 我也找不开 我我不用你找不用你找 小美我不用你找 你就全拿着就行的 直接给我这么多 对 太多了不行 不是我不用你找啊 你这个有什么关系 你买太多了我卖的话 我只能卖二十多块钱 哎呀你这个我说的按我老家 那怎么买啊 你拿着吧 你那你看这样吧 你看这样 小美你这个西瓜怎么卖的 西瓜的话是五毛钱一斤 五毛 不是有这么便宜吗 我老家得卖两三块钱一斤呢 啊 你你你这样小美 这样吧 你你把你把这个波罗蜜和两个大西瓜 你给我装在一起 我就给你这么多吧 好不好 你也不要跟我装了 好吧 行不行你也不用跟我装了 我也 我也不用你找 来你拿着你拿着你帮我装一下 行不行 你开车来的吗 对 你 那我就收下了 然后我去地里再多给你摘几个西瓜 不用不用不用了不用了 我吃不了那么多 我我搬不动 我搬不动 我就带这几个就行的 行那我拿袋子给你装起来 行行行 谢谢你啊 你帮我装一下 我到时候带下去 直播间的朋友们 这个小美说 他们这边的波罗蜜卖一块钱一斤 然后西瓜的话是五毛 我就把他这几个买了啊 我把他这几个买了 就200块钱 你们觉得合不合适 好吧 哥哥姐姐说说阿姨们 你们觉得合适吗 这个待会我来我 我拿其他袋子给你装 那行待会再来装吧 好吧 谢谢你啊 谢谢你 嗯 对了小美 就你家里面还有没有什么 沙里面的一些东西啊 因为的话 我比较喜欢吃沙里面的东西 有啊 我家有很多 还有什么啊 在这里 在这里下着的 在哪里啊 这里 哦 塞在这里是吧 哦 我看一看 我看一看 这个知道吗 认识吗 这个我认识啊 你认识啊 这是不是那个天麻呀 嗯 对是的 你吃过啊 我吃过啊 我吃过啊 他不是可以拿去做菜都可以吗 嗯 对是的 你这个是哪里来的 这个是我家人在山上挖的 哦 自己家里面去山上挖的回来的 嗯 对这个很难找 对我知道这个就是很难找挖还好 嗯 就是很难找得到 对哦 这个还挺好的 就你们家自己去山里面挖的是吧 对哦 这个呢 这个你绝对不认识 啊 这个你绝对不认识 这个我看一下啊 我看一下啊 我看一下 这个 这个我知道啊 来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有认识这个的吗 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认识这个的 有认识的吗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我认识啊 我认识啊